从阳节前夕花莲市长魏嘉杰亲自探视市区多位长辈 也致政了敬老礼金还有防疫袋 市长表示说因为有这些长辈努力耕耘 后代才可以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他很感谢老人家们辛苦奉献 也祝所长辈们健康快乐 84岁的梁万芝爷爷和82岁的于秀凤奶奶 两个人身体依然健朗 看顾着这家古早味玩具店 偶尔跟着社团自强活动去外县市游玩 或者是去外县市侄女家中串门子看看孙子辈 两位老人家个性开朗相当健谈 这人店有多少年? 竟然他们到处到现在 还多少年? 现在八十三岁 要六十年了? 对啊 要超过的吧 要超过的? 28、23 28、23 那是何年了? 16岁 这间我到六十岁 那还要过来去吗? 没错 没错 你知道吗 要去外县吗? 要去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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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阳节前夕市长渭嘉賢 亲自前往探视长辈们 除了闲话家常 也制证了禁老金 还有防疫袋 祝老人家们健康平安 那再过几天就是99重阳节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来探访我们发联市内的一个长辈 那杨万芝先生是我们的领长 过去也是帮助我们领里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一个发联市的好帮手 那今天也在我们里长的陪同之下 一起来谢谢我们过去在社区付出的长辈们 那发联市公所在这一次也是一样在发重阳的一个慰问金 那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那也敬祝所有的长辈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再次要谢谢每一位在过去社会上付出的 我们每一位重要的长辈们 祝福大家 市长渭嘉賢表示 花联市70岁以上长者将近7000位 100岁以上人类有23位 今年度的重阳敬老金已经发放到老人家的手中 薇嘉賢也强调 打造舒适安稳的营法生活圈是施工所的重要工作 未来会持续加强长辈的社福政策 让老大人们安心又快乐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